我要求召开全体干部大会 我想知道什么原因 有人在集体恶劣地损害我们公司的利益 你指的是谁啊 秦其然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坚决要求全体干部大会 秦其然从来都没有破坏过公司的利益 可是他现在已经下令 庆华真资产生产线上四分之三的机器 停止加工生产阳荣 这怎么可能呢 这 我要求他在全体干部大会上 把这件事情给我讲清楚 你先冷静 冷静 没错啊 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一天少生产三吨阳荣 这是多大的损失 你心里比我还要更清楚的 那好 马上召开干部大会 气死我了 我想借用本公司一句常用的说法 加工阳荣的机器一转 等于开动了印钞机 公关部秦其然主任 擅自让四分之三的机器停止转动 等于关闭了印钞机 请问秦主任 利益何在啊 目的很简单 我要腾出一部分的机器 为黑龙江的一个企业 加工第一轮三角丝 秦主任 你怎么会想到 用利润少的取代利润高的项目呢 这也太随心所欲了 为一粒小资马 丢掉一个大西瓜 你再怎么狡辩 都是没用的 这个问题我还想请秦主任 具体地说一下 他这样做的初衷 我有两点要说明 第一点 我这是集客户之所集 这个客户找到我以后 说如果三天之内 不能够加工出 六吨的迪伦三角丝的话 他们辛辛苦苦 积攒下来的几年的信誉 将毁于一旦 秦主任 你就是被这个打动的 是的 我被他的信誉和执着打动 那你就没有比较我们公司的损失吗 我比较了 我认为这件事情 对我们公司 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一派胡言 秦主任 你再详细讲一讲你的计划 耽误两天 我们的产品不是卖不出去 只是耽误了两天 我相信这一百五十吨的羊绒 一定会卖得很好 所以在不耽误我们公司的前提下 网络一个很好的客户 这不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吗 你这个说法很可笑 在大陆现在流行一句话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在我们可以赚到大笔利润的时候 你却放弃了 这在我们商业理论上 是无论如何也是行不通的 这就好比为一只小虾 放弃了整条大鱼 为一条大鱼放弃了整个海洋 秦主任 你是不懂的 从表面上看 这第一轮三角丝也许是个小虾 但是我们不能看表面 我们要看将来 也许我们对这一张小订单的接纳 会迎来更多的大的订单 你敢保证这一点 我不敢保证 因为我跟这个客户 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生意 所以我不敢保证 既然 这就是你的错误所在 在你还没有任何利益保证擒蹄下 你就敢放弃这么大的利益所在 你是不是冲昏了头脑 全助理说得非常有道理 我赞成 你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用大陆的话说是 目无上级 独断专行 我是项目的总负责人 总负责人 你竟然连刀骨都不砸一下 就自己做了决定 这说明你毫无纪律 约束可言 秦主任 你为什么不跟项目总负责人说一声呢 如果我向他请示 他也不会同意的 看来你还是缺乏一种全局的观念呢 我是缺乏全局观念 我想以后自有公论 我认为你啊 确实犯了一个草率的错误 总经理 我知道 我有程序上的错误 但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草率 秦其然 你现在必须下令 马上停止生产迪伦三角丝 我做不到 所有的精神必须要生产羊绒 我现在已经跟他们那边签了合约 如果毁约 我们就要去赔偿损失 而且这笔数目不会很小 就算是赔偿损失 我们也必须这么做 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原则 我既然向客户有了承诺 我就会执行到底 秦主任 我看你就别一意孤行了吧 你就不怕处分吗 你就不怕付出严厉的代价吗 这就是我要付出的代价 辞职谢 为什么 为程序上的错误承担责任呢 不过有一点我一定要声明 那份合同一定要执行 因为根据辆江县的授权协议 在这五十天之内不是源泉公司 而是我本人对这条生产线有绝对的支配权 秦吉兰 你太放肆了 另一个我辞职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有你这种人在飞扬八户 我肯定不待 全先生 全先生 我实在是不敢恭维您的人品 所以现在我炒了你的邮宇 许儿 许儿 你等等 林总 他被开除了 我想我才是这儿的总经理 林总 公司是我家的 公司 公司是你家的 那好 我辞职 辞职 我辞职 我辞职 你也辞职了 你这不是下起哄吗 你辞职了 我以后给谁送花啊 你可别忘了 这世上可有一半的人没有长胡子 那以后谁给你送花啊 我如果想要花的话 不要说是一个一个的 那都是一打一打地抢着个花 你给我送来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行了行了 你不用担心了 现在啊 我打算歇一段时间 好好的陪陪我爸我妈 我也打算 好好的陪陪你妈你爸